嗨 大家好 我是志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過《初戀》這部劇呢?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就算沒看過 也聽過這部戲的存在了 這部戲真的是今年日劇的超級超級大熱門了 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 由佐藤劍和木木大聖所飾演的男主角 Nameki Hanumichi 《並木情道》的髮型吧 在戲裡面《並木情道》總共有分成 年輕時候的髮型跟長大之後的髮型 大家如果看到年輕時候的髮型 就是他高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頭髮都是有一點偏長的 尤其是側面跟後面 他是有一點點鈣耳 然後後面有一點長度 尤其是瀏海 他是有一點超過眼睛的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髮型的話 我真的會建議你是要髮量稍微多一點的人 你會發現他整體的頭髮是比較豐厚的 還有他的兩邊並沒有往上推 他是有點鈣耳的 那在整理造型上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抹一點點濕潤的髮型 讓他產生線條感 我其實覺得 他也是蠻像那種剪完頭髮 兩三個月沒剪的樣子 可能就會有一種學生青澀的感覺 不要過度的整理他 所以如果你想要留這個髮型 你一定要能忍受有點蓋眉毛 甚至有點眨眼睛的感覺 你才能完全體現這種青澀瀟灑的感覺 長大之後閉幕晴道 你就會發現髮型上有很明顯的改變 關鍵在於他的後面已經稍微有點向上推了 但我覺得日本髮型跟韓國髮型有很大的差異 韓國髮型非常注重頭型 就是他的後面會推的比較高 比較服貼一點 讓頭型變得很完美 但大家可以看到 閉幕晴道的髮型 其實只是往上推一點點 所以他的頭會感覺上有一點圓圓的 他的鬢角也是推到看到頭皮的樣子 如果你是喜歡韓系的 你就會非常不習慣這樣的髮型 因為韓系的髮型 主要都是把兩邊的頭髮燙貼 不要看到頭皮 但是你可以看到閉幕晴道 在後面跟兩邊 都是稍微看得到頭皮的 然後我覺得他為了保留年輕時候的感覺 所以他的瀏海也是比較偏長一點點 你可以發現日本的男生髮型 都是比較偏圓一點點 跟菱形一點點 像韓國的髮型就是兩邊比較貼 後面也比較貼 但你會發現閉幕晴道的髮型 都是有一點點圓圓的 而且髮根是變得比較蓬鬆的 在劇裡面它有兩種整理的方式 有一種的話 它都是把髮根抓得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刺刺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那類的髮型 真的你去搜尋關於傑尼斯那個時代 真的也有很多日本人用是這樣子的髮型 我個人覺得龍澤秀明也很常用這種髮型 就是把頭髮抓得蓬蓬的刺刺的 然後瀏海刺刺的那種根根分明的感覺 如果你真的很想整理的話 你可以試著用一些無光澤的髮蠟 在頭髮上抓一抓之後 再噴定型液就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在戲裡面另外一個髮型 我個人真的覺得超帥的 真的是他戲裡面感覺我最喜歡的樣子 他的這個造型就是有一點點類似油頭 但你會發現他的油頭也不是全部往後梳 他是有一點點側分的梳 然後沒有看到分線 所以他大部分的頭髮是往後 旁邊會自然的有點垂落 那你也會發現他跟歐美的油頭 還是有點不一樣 他用的油頭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用髮蠟抓出來的 因為你會發現他的油頭 並不是那種濕濕貼貼的 也沒有感覺很服貼 兩側的部分也是有一點點膨度 真的日本髮型就是喜歡有一點點圓圓的 那如果你是臉比較大的人 我個人會覺得蠻適合的 因為你的頭髮體積變大之後 臉也會感覺變得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想要整理出這樣子的髮型的話 乾的髮拉和定型液 我想應該是你必備的 關鍵在於你的後腦勺 如果你有看這部戲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 他的後腦勺其實也是比較大大圓圓的 比較不是那種窄窄一個 你知道完美頭銜的樣子 他都是一顆比較圓圓的髮型 如果你要抓這顆油頭的話 你的精髓一定要在不要過度的服貼 還有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如果你沒有併腳的 你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髮型又沒有併腳的話 可能真的會覺得有那麼一點點呆呆的 在這裡跟所有想變併幕型的人講一下 如果你跟你的髮型師說 你想要剪這樣子的髮型 除了給他看照片以外 這個髮型有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稍微打薄 你應該會發現他的尾巴 都是比較有點薄薄的飄飄的 因為那會方便你造型品比較好抓 至於根部就是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而且層次感也是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比較薄的髮型一定相對 會讓這樣子的髮型變得比較好整理的 看完這部戲之後 真的會立馬馬上想要變成 日本人的髮型跟造型 因為就是好像變那樣你知道 就會出現在劇裡面的那種感覺 而且這部戲無論是編排啊 還是拍攝啊 我覺得整個畫面都超級美 當然那首歌真的功不可摸 真的太好聽了 如果大家真的看完這部戲的話 裡面無論是造型的感覺 或是拍攝的感覺 還有那些場景的轉變 真的太美了 那至於感動的部分的話 我可能就是年事已高 就是學生的感動對我來講 就是那個感動值還是沒有到特別高 但整體來講真的是很好看的一部戲 而且這部片真的是Netflix上面真的很少很少 人在第一名這麼久的幕具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看見更多髮型介紹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更新的影片通知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下支影片見 掰掰